农历7月15是普渡的日子 台湾格举佛学院花莲中心则称之为孝庆月 9月2号举办了阿弥陀佛超见法会 普渡华的供品生活物资 在当天下午也发放了300份捐赠给花莲地区的弱势家庭成员 祈愿明良两立共赞功德 新逢农历7月孝庆月 台湾格举佛学院花莲中心 9月2号下午举办阿弥陀佛超见法会 阿弥陀佛观尽天界宇宙无量无边国土佛土 知识却不圆满 而为了建议宇宙一切无量无边众生 离苦得乐脱离六道轮回永离生死所舍 只有善没有恶 只有好没有坏的永恒光明圆满世界 仍然位于地球西方过十万亿佛土之处 法海师傅表示 这是台湾格举佛学院花莲中心办理 阿弥陀佛超见法会之后 将会发放300份爱心物资 透过以下的相关单位 给花莲地区弱势家庭成员 请愿明良两立共赞功德 今天是阿弥陀佛的超级法会 每逢7月15日就是我们全台湾最注重的就是孝庆乐 也是吉祥乐 对 甚至最远 来缅怀我们的祖先 对是这样子的 那其实这个东西到时候会捐给一些弱势团体是吗 是的 是的 这个东西呢 就是非常感恩这些十方的大德发心呢 愿意普渡完的时候把这个东西能够捐给弱势团体 还有各乡镇 这也是一种自利利他的非常好的一个发心 法会圆满公平将军的给玉礼天竺堂教会 玉礼安德取师中心 华林原住民儿童之家 华林取人中心 华林商务中心 台东县海端乡广原部落 华林县吉安乡公所乡长分发平民户 以及华林吉安乡长长人士 记得继续节目到